看了张若云对范贤的深度解读 才知道为何他能与范贤高度契合 我就被范贤的灵魂打动 遇到一个自己产生强烈冲动的角色 是很幸福的事 我一直在这五年间我在消化 观众对于青云年整个的意向有哪些思考 张若云等待的五年期间也丝毫不懈怠 时刻关注着观众的评价和想法 难怪会被他更进一步的演技深深折服 他对范贤的理解也不仅仅只停留在表面 还深度思考了主角的亲情关系和全剧的世界观 范贤是一个装乖的坏小孩 这个是最表象的 我想找这样的原因 包括他的家庭险 他的亲情上的看法 尤其是父子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抓手 再往下挖下去 可能就是人物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在演绎这个角色的过程中 张若云姐将自己和范贤处成了朋友 经过不停地挖掘角色和深度演绎 范贤的性格都深深地烙印在张若云身上 我很喜欢这种人物性格 经过长年的相处 跟不断地对这个故事 这个人物的思考 很发觉 肯定会比一开始的那个气和度就更高 他就好像一个老朋友 他的思考方式 他的说话方式 像是好像成了这样 除了导演对张若云期待很高的评价之外 就连编剧《网卷》都觉得他更贴近范贤了 张若云越来越贴近范贤的角色 有点婚而为一的感觉 更是对那个人物的把握更深了 人也更帅 他对人物其实也更负责 对这个人物很多探讨 很多思考 学习又有个交流 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张若云对这个角色既喜欢又负责 甚至在戏外 也希望范贤能够长在自己身上 就连平时交流都带着角色的性格 难怪大家一直认为他就是范贤本人 张若云从不温不火一路走到今天的咖位 能演一部火一部绝对不只是靠运气 为何庆余年林婉儿人设平平 却能够独得范贤片宠 范贤的爱情观或者他的整个感情经济特别梦幻 他一见钟情就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爱人 范贤对婉儿的喜爱始于一见钟情 轻妙撞见偷吃鸡腿的姑娘 就被这个漂亮无辜的女孩深深吸引 然而真正让两人走到最后的还是灵魂的契合 婉儿出生在封建王朝思想却先进 这也是范贤愿意对他敞开心扉的原因 婉儿他有一些想法是超脱的 所以跟范贤有更名 再加上两个人长期的交流下 对于婉儿而言 范贤是那个改变他的人 让他从一个对长辈言听计从的女儿 变得勇敢做自己 两个孤独的灵魂碰到一起 自然惺惺相惜 最初两人都只以为对方是身份低位 但都不顾长辈的阻拦 义无反顾地坚定选择彼子 一个孤独的灵魂 遇到了另外一个孤独的灵魂 他们两个灵魂是彼此相依相伴 彼此坚定地选择对方 彼此为对方考虑饶享 盼了五年的范婉 CP终于结婚了 历尽艰辛范贤终于娶到了心爱的鸡腿姑娘 一路飞奔 连周围的空气都变甜了 双向奔赴的两人 太惹人羡慕了 一零二幻觉 金晨喊久诺双双回应 这场风波到底有何内幕 金晨在被全网潮上热搜后 终于是坐不住了 在直播中给出回应 我呀从小到大 就没有抢过任何人的角色 人家来找我了 能对斟酌 能好 我不知道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个角色就是找别人 诚然以他的咖位 没必要去抢一个角色 只是剧组找上了他 觉得合适就同意演了 因此和十八线小演员 抢角色一事几乎是不可能 而韩久诺也早早回应称 很失落 剧组第二部没有找他 然而他被换也不是没有原因 一是因为他拍完第一部就换了公司 如今不想再捧他 也情有可原 二是因为第二部《夜02》的戏份增多 找个知名度高的演员反响会更好 但可惜的是 金晨的《夜02》 无论是长相还是演技 都不如韩久诺适配 韩久诺虽然是个新人 原联长相也不算出众 但凭借敬业的态度和自然的演技 收获好评 第一条演完之后 导演过来跟我说说 你要调整一下你的状态 我讲了一下这人物感觉 然后又让我重新找了一下 每天跟着五黄的老师们去训练 五黄老师们锻炼的项目 我都有参与 他的性格呢 我总结为 有男孩的潇洒 也有女孩的任性 又有帅气 又有灵气 幻觉无可厚非 但一贵屏的幻觉就相当成功 但凡导演换个长相适配的演员 也不至于舍得观众全网潮了